诶,我又把箭头关了 习惯了,对不起对不起 紫金城 卡卡的熊猫不是花果山吗 怎么变成了神木灵 可能是因为造物主暴神 这场PK有点意思的,你们知道为什么吗 关键方这个狮独岭 是第一武器的石头,对面这个是第二石头 只他现在门太不是石头岭,是花果山而已 造物主暴神 原木匠哥德哈 在关键方这个石头岭武器出来之前,对面是第一石头 方寸盘斯化生,花果山加神木灵 对面也没有女拔木 这场PK我们看不到幻魔了 如果对面处于逆风,因为对面没有女拔木 他可能会比跑阁那边崩的还要快一些 果子第一个被杀了几划 冲了 没想到关键 但是真的能一点 我们这样的数据 要把其他杀了 对面还要把所有外兵 按下方加拿下方就好了 好 驢 那个 你 这一波观战方点啥应该是不会有太大效果的 就尽量延长一下对面花果山的血量恢复 不让对面回血 但花生寺就算是行动失败 他的人性也可以往上跌 所以活不活上没有关系 因为活上也只能活1600而已 跌人心才是最重要的 观战方想要干什么 有没有一丝感觉 观战方这边是想要把对面当成鬼去抓 就这样子开飞机把对面直接给飞平掉 有没有一点点这方面的想法 想要直接速推 战场上游还在 但直播上游会飞得非常地快 除非上游完了 观战方继续叫虚迷 否则想要速推紫禁城 是做不到的 但是如果直接叫虚迷 虚迷也是很快就被摸掉 观战方应该是不敢的 如果去叫虚迷 他自己就要 就要凉了 对面还有龙汗惊动 十个回合之前是不能叫虚迷的 因为叫虚迷 他的眼睛也无法触发 火战方这边是鱼岛 对面是紫禁城 花果山受到了净疗的限制 血量没有上去 对面没有地府可以丢寡于令 像这种净疗的情况是要磕五龙丹的 好像有兄弟说 遇到的手势善恶可能会有点问题 需要加枪 别的问题应该是没有的 就是手势善恶 好像需要加强一些 万战方这缩领的伤害 确实是高啊 兄弟们 这不是一般的高 确实非常的高 第一是躲 名不虚传 这个顺利有怼穿刺吗 完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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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键方真的在对面梅罗的时候叫了虚名真言 六个回合 甲组冠军 神武林再秒 七回合推掉了 从开场的时候就觉得有点不对劲 关键方明显就是打速推流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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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